collisions while at the Pow 520觉得政治事件 是 烂谷 烂看 是非常糟糕 是司法最黑暗的疑念 35年前我們是怎麼樣被迫害 我做一些文件 保管了35年 我經過處轉會的努力的追查中 我們所有榮運的人 幾乎都是事先都被監控的 我沒做錯事為什麼被他關 我怎麼會去丟失的 警察自己也講不知道不清楚 什麼都沒有 你也是看下去 所以我追口氣還是不下去 七十年 韓萬三十年 共和共 農運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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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說 在這個35年前的520的榮運的抗爭 那這個當時的警總 就策劃了一個這樣的偵查計畫 那變成是說警總來當導演 那警察 檢察官 法院來做演員來配合 那導致我們這個 為嘉義分寧起來這些農民 那被 到最後被判刑的被判刑 逃亡的逃亡 通緝的通緝 那這些案件影響了他們的一生啊 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陪同這個我們520農運的這個參與者 然後來到促轉會呈請 其中啊 邱黃生先生在日遣的時候 促轉會決議撤銷了他的不法的不正義的判決 也就是說他這個判決事實上是一個完全是一個被炮製出來的冤錯假案 就是說520事件 然後這70多名的這個刑事定驗的這個受判決人裡面 第一位能夠這個撤銷然後他的司法判決 而且在司法判決這個撤銷的決定裡面 清楚的齁 載明了 這是一個冤案 那為什麼會是個冤案 就是當時的這個國民黨政府有計劃 然後有策略的 將這個520農運的這個參與者 然後羅制罪名 並且就是說炮製這樣的一個案件 那但是呢因為促轉會在這個月他就要解散 那解散之後呢 其實還有70多位的這個520的這個案件的受判決人員 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平反 那只有這一位被撤銷 那其他的還有更多的這個司法不法的案件 還有行政不法的案件也有待去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說由法務部主導的平反工作 絕對不能夠中斷 還要還給這70幾位520農運的當事人跟家屬 這個正義跟公道 那在這個地方呢 也要呼籲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 事實上他就是當時的 包括陳水扁 包括謝長廷 包括蘇貞昌 都是當時這個案件的辯護律師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的行政院的促轉會 促轉促一定要把520農運案件平反 列為最優先處理的事項 因為許多的當事人 大家可以看到在場的當事人已經沒有時間 可以在已經35年了啦 35年啊 沒那個時間還在那裡的等 那今天沒有他們的奉獻跟犧牲 就沒有今日台灣的民主 所以政府一定要拿出作為 還原歷史的真相 然後讓台灣的民主可以更加的穩固 77年的時候要加入WTO啦 所以會影響農民的生計 可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沒有推到測試先出來 所以我們農民很恐慌 才有這些一些農運的產生 那今天的農民 我們也爭取到了後來的農寶 當然農寶還沒有慧靜全空啦 沒有退休會 沒有農退金嘛 沒有餘退金 台灣的促轉就是三種 第一種 共民眾的促轉 第二種 有錢 有關稅的 就是這個促轉 如果我們這裡沒有錢 沒有關稅 就是這個促轉 他們經常的就叫 叫我要生命輸出來 如果不輸出來 如果沒有生金就對了 我家裡的人都沒有死掉了 要把我現場沒外 要把我載到高速公路 打開 打下去 要把車賭的事 你就是衛隊註殺 司機邱黃森證明他是被冤枉 然後去載這個石頭 他整車都是白菜 白菜你知道翻動的時候就會出水 就會壞掉 他一搭台的白菜車 如何一個人去把菜翻開 放石頭下去又把菜翻下來 不可能啦 然後我再說當年遊行的時候 我看到的事情我簡單講一下 當時要進去旅遊艾院小便是我們 是我跟另外一個溫介星還有曾崧義 是我們三個要進去小便 因為我們先到 我們先到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衝突 因為是地方警察 就圍在那裡而已 我們總指揮也沒到 我們怎麼可能為了小便 就跟他們衝突 就不合乎情理 所以他把他們兩個先抓 我站在後面 兩個就抓進去 他就故意要落陷阱給我們 抓進去以後 就為了這兩個人 我們要救那兩個人的衝突 他一直不放出來 而他在體育師半年數裡面遊行 就寫那個溫介星 他被抓進去囉 竟然溫介星會承認說 他是去菜車上拿石頭丟警察 菜字還沒來啊 菜字還在隊伍中間 都還沒有到立華院前 衝突開始是這樣來的 我們要遊行的時候 然後總指揮林國華的太太 張富美 他就帶領農村婦女隊在前面走 那我剛好 我的宣傳車是在他們的後面 我排第一台宣傳車 然後走走到了立華院 因為農村婦女隊在前面 是代表我們是要和平的陳情 我們是要送陳情書 經過促轉會的努力的追查中 然後判決的部分 因為他們有調到國民黨的中常會 就那時候是李登輝代主席 蔣經國剛好逝世 然後李登輝代主席的時候 就是李煥是秘書長 他們開會的時候要影響司法 就是事後 就是影響司法教司法院長林洋港 他們要延辦 然後延判 就是後來才查到真的是政治力介入 隔一天早上五點多離開 我在台灣跑了十二年十個月 其實我有點跟鄭南榮一樣 我沒做錯事為什麼被他關 我竟然給我跑了十二年六個月 他十個月接到檢舉通緝令 他後面我們還有七十幾個人 就全部我們要求平反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非常的負視 歸了五二年 我是去那旦台市廟要回去了 他到現在是時來等 過去是來來犯戀 因為我們的警察 那些農民穿這個工廳這樣 我三五年去就弄罰多少錢了 這個警察的全對職 他就說 他就說我穿什麼錢的衣服 不知道不清楚 忘記了 他又告訴我 注意我丟失誤 注意很久了 用哪一手丟 不知道不清楚忘記了 什麼都沒有 錄影帶沒有 就說我 偏久頭判一年 判了八個月 其實以前是殘會了 功能就沒有那種力氣 所以我媽媽就是撞牆壁 加拖廉王 氣力子散 我那很堅強的 不敢玩 搞玩弄嘛 打到打這個腎臟 我現在的腎功能已經萎縮了 這支其實就平凡成長廟 我其實我的案件很簡單 我就是在那 以前成長的本局 現在撞牆壁 我們向台大學生 我跟主要性的十字頭皮 我都去 我一間就夠賣的 會過癮 我坐牆壁很久了 在那兒唱歌 在那兒講下去 到一點半 三點半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那兒 大國人都坐牆壁也沒什麼 但是破壞的時候 都說完全就怎麼樣 其實就是 如果是競爭賣回來 就是和平落幕就算了 事情發生 我不知道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要去看 我怕你剛才都沒有手 我也很小 所以我 我爸爸的痛苦 都沒有人 你們都不是當時 你們都不知道 我沒辦法說什麼話 我跟他說 這不應該在台北 為人民 這次就被人家去判 那每一個案件 它的類型 都不一樣 那 在這七十幾個 同案的裡面 我們希望保護 真的要認真地去檢視 那當場 當時的這個警總 所炮製的這個冤案裡面 各類的狀況 那趕快去查明這個真相 然後還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政府必須要拿出一個真正的態度 對這一些被冤枉的人道歉 然後進一步的去賠償 雖然這樣的賠償 基本上根本沒有辦法賠償他們的人生 但是你應該要積極地去展現這個態度